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都在呐喊说这个提名不能再等了 而台北市的这一局国民党是最早出牌的 他们推出的是蒋万安 可是呢最近却有国民党的里长 私下跟媒体透露说很不满 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蒋万安来拜访 批评说真的很不接地气啦 是标准的天龙国王子 蒋万安今天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稍后再一起来看 而在桃园的方面 国民党今天是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指控林志坚涉嫌抄袭论文 更痛批要是抄袭属实 就应该要马上退选 好 面对蓝营的这一波攻势 林志坚呢在中午的时候 也亲上火线来开记者会澄清 他强调绝对经得起考验 而且也说要跟律师来讨论 不排除要对国民党的王洪威提告 捍卫自己的清白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 先从我的右手边开始 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 桃园新议员杨家良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祝勤大家平安 好 接下来欢迎到是国民党 桃园新议员黄敬平 好 稍后还会有盛民党 台北新议员苗博雅 以及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先一起来看 距离这个年底大选 只剩四个多月了 民进党的双北布局 现在进度到底在哪里 到底到哪里了 基层是非常的着急 外传有可能会是双城布局 陈建仁跟陈时中 咱们安排稍后再一起来讨论 先来看到指挥中心 正在召开记者会 一起来看 好 各位媒体朋友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记者会 那今天是由罗布跟我来主持 一起主持记者会 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是35,914例 因为礼拜一都是 礼拜二 礼拜二的个案都是通常一周 比较高的一个数目 那今天是比昨天增加了12,869例 但是比上周二 就是降低少了 这个88,465例 那我们在观察目前的一个整体疫情的情形 那目前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101例 然后死亡个案是103例 那到7月4号 今年的本土病例 共386万3,991例 那今天总共新增125例的本土重重症以上的个案 那另外今年1到7月的重重症有16,827例 那其中6,275名死亡 那目前整个轻症跟无症状 占所有确诊者的99.56% 那在这103位确诊的死亡个案里面 那有94人是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另外是有58人未打满3剂疫苗 另外有46人年龄超过80岁以上 那再来我们请罗布报告有关这个死亡的一个情形 好 大家好 今天公布的103例死亡个案 年龄是从90多岁到30多岁 那其中年纪最轻的这位30多岁的男性 本身是没有接种过COVID-19的疫苗 有慢性的精神疾病 那他这次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开始有发病的 症状 包括有咳嗽跟呼吸 喘的症状 当天就就医拆检 那检验PCR 养性确诊 那当天也住院开始治疗 那住院当中是有肺炎的一个情形 不过 虽然经过这个莫娜皮拉维的一些服用 跟相关药物的治疗仍然不幸在 住院的6月30号 而 因为呼吸衰竭的关系而过世 那这是今天最年轻的一位这个死亡的个案 另外在儿童重症的部分有新增 一例是十十岁的一个男童 本身也没有接种COVID-19的疫苗 没有慢性疾病 那这一位男 男生的话是在5月28号时候 先确诊过新冠感染 在7月1号时候再度出现有发烧 40度 有腹痛 咳嗽 流鼻水 的这些症状 隔日7月2号开始有嘔吐跟活力降低 胃口降低的症状 7月3号时候由家属带到急诊 那经过检查发现 同时也有结膜炎跟全身皮疹 以及血压偏低 发炎指数升高 等等状况 所以医院这边怀疑是密西 收出到家屋病房当中来进行 治疗 接受的药物包括有免疫球 蛋白跟肋骨醇等等 那目前的情形是仍然在儿童家屋病房当中 持续的治疗跟观察 不过目前的病况 是上述稳定 所以这儿童的重症的部分 我们今天新增1例 累计是总共84例 那其中密西是占27位 那死亡的人数是跟之前一样 维持21例 没有增加 病床的部分随着这个收支数的下降 目前我们各区6区的这个空床率 在专者病房的部分都已经超过5成 那我们这周还是会在持续的开会来讨论说 是不是在就这个各区的专者病房的开设数 带于下修 好我们看到今天本土的确诊数是新增35914例确诊 另外死亡的个案是新增103例 这是今天来自指挥中心最新的讯息 而接下来来关心到的是这个选战的焦点 最近一直不断不断有风声传出来 说这个阿中部长萌生退役 没想要算哪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部长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 卫福部长陈时中处席慢性病活动 但外界关注依旧是双北市长选战 民营党双北市长人选卡关 传出总统蔡英文就等一个人 前副总统陈建仁点头 让不少有意参选的人好泄气 立委罗志正宣布 没有意愿选新北市长 传出陈时中也谋生退役 搬出总统一起来背书 强调一切要以防疫为优先 但距离选战只剩下四个多月 这可是让基层小鸡很焦虑 传出音隙内乱分成两派 一派立挺陈时中参选 就连办公室公车广告 以及竞选总干事都已经准备拖到 但也有另外一派拥护者 立挺前副总统陈建仁出站 蓝白不断的假讯息抹黑 也乱了两年 陈时中展现出的快速回应 耐性沉着 还有团队领导的能力 都让基层对他相当有信心 陈时中部长确实是基层 最为期待的市长候选人 他的高人气以及高关注度 都呈现出大家对于他的出马 是赋予相当高的期待 过去是扛轿 未来如果有机会坐上参选的轿子 他势必也能够展现 他的接力气以及爆发力 不管是立委还是议员 都对陈时中有信心 也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平面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陈时中以五成四赢过 前交通部长林嘉隆和陈建仁 我想那个民调是 就是大家就是用网路上 大家有有趣的反应 不能当作一种民调的反应 我想那个是不太一样 快步离开赶行程 轴和于选政最关键的双北市长 提名民进党如何布局 就看选对会怎么瞧 好民进党在双北的提名 目前都还没有定案 这几天媒体报道说 是不是都在等一个人呢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前副总统陈建仁 昨天前副总统在面对 这个媒体的这个追问的时候 他非常低调 简单的回应说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平安 那至于这个阿中部长的部分 也是非常热门的人选 不过呢 最近一直不断有风声传出来 说这个部长萌生退役 没啥想要算 那今天部长是告诉大家说 本来就没有宣布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萌生退役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讲到这两位人选 我先来请教这个嘉良议员 这两位都是民进党 非常好的这个人选 大家都说都是很强的活旗 只是说接下来民进党 这个台北新北到底要怎么布局 基层都很焦虑 像桃园已经定案了 台北新北目前都还看不到母鸡 当然民进党的选对会 整个征召过程 其实都会有抓一定的时程 那当然你说现在七月了 大家觉得人选希望能赶快出来 但事实上民党过去也不是没有说到登记前再来决定人选 那尤其现在打选举的这个步调很快 那包括这个网络的宣传强度很高 所以其实我认为尤其现在如果讨论人选是陈建仁副总统 以及陈时中部长的话 他们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的 非常高的知名度跟人气 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来说 时间不是问题 那能够妥善沟通 解决好这个内部大家的意见 有个共识 提名不是先提先赢 你看看国民党 很多地方都比我们先提名 但先提名就先内乱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用急 那有一定的步调 但当然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是双北的议员 因为我自己在陈远当议员 的确就是母鸡还没确定 真的民众支持者都一直问我们 市长是谁市长是谁 那当然陈远市现在是决定了 已经定了就是林志坚市长来参选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吃下一颗定心丸 今天我们在基层打选举 当然会希望说母鸡快点产生 要照拖要安排 要跟知识者来宣传 都比较好来做 所以我觉得鸡的当然是候选人本身 但我觉得党中央其实也没有错 能够让这个整个沟通过程顺利 沟通出有共识的人选 让大家都能够支持 减少最大的反弹 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选队会 最主要的工作 我还记得2009年那时候在桃园 也是桃园线 那时候还没升格 桃园线郑文燦也是在选前 那个62天才被征召 然后第58天的时候去登记 等于他就是登记前的四天 党中央才决定征召 宣布郑文燦选县长 所以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 那一年选的 虽然那一年没有赢 但那一年选的很靓丽 所以其实打选战过程 当然都各有技巧 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党内先有共识 凝聚起来 这个才有赢的可能 那至于这个民进党手上看得出来 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好棋 好棋怎么放 当然这就需要沟通 要有大家共识 那你说双城齐谋 说陈建仁选北市 陈时中选新北市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接受 我们问了一下 大家觉得这也是很有创意的安排 也是能够赢的安排 那如果这个当事人的意愿没有问题 这个阿中部长愿意参选新北市 陈建仁副总统也愿意参选台北市 当然这个副总统格局 在台北市打起来 我相信这选战 其实也别有一番这个精彩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这样安排的话 当事的意愿没有问题 我觉得就可以赶快宣布 也让基层我们这些小基市议员候选人们 也都能够早一点能够帮忙一起来 起一脚步打赢选举 好这个双城布局到底民进党内部 有没有共识 我也想请这个明佑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确实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双城 目前其实不管是陈建仁副总统 还是阿中部长 这都是非常有全国知名度的 所以虽然说时间不是问题啦 可是你真的这个双城布局还没有定案 当然底下小基很坚重的 这个请教明佑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双北立委还有议员们是怎么看的 在这个民进党新北市的部分 苏小惠委员 昨天在我们节目上 他发表他的看法 他说他认为两种身份来选新北最适合 第一种超级重量级 另外一种就是在地的资深委员 那昨天小惠委员有讲到 确实罗志正委员宣布说 这个没有参选的意愿 让大家都觉得有一点意外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接下来他就是希望 有超级重量级的人选出现 这是新北的部分 那台北市呢 这个民进党台北市的议员 也是现在的党部主委张茂南就说 真的啦台北市民进党确实有点急了 因为战将必须要提出市政的愿景 必须要迅速征召 来明佑哥也都在双北 目前基层的声音是怎么样 当然是非常挤的 但是我们知道双北 大概就是选举中的重中之重 但是这个重中之重呢 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说这个组织面呢 大概不用跑得那么详细了 因为为什么 立相伯你选首帧和选立委和选议委 是不一样的啦 他就是第一个看人嘛 因为第一个他一定是选人 双北一定是先选人 再来才是有可能去选政党 再来第三个有可能是什么突发事件 所以我认为说选对会 他们会相当的稳定的去做协调 包括今天晚上可能总统就会号召 然后开始去做讨论 目前台北市来讲 大概只有林佳龙表 他也提出政见 我看他昨天还在发脸书 有提出了相关的政见 但是其他人比较捉摸不定 第一个我认为说陈建仁选的机会 我还是觉得不大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当过副总统 第二个他加入民进党没有多久 可是忽然间出来选 对他的政治前途 或他影响有什么帮助 再来第三个 他个人也表示说 他希望只是做周边的相关研究工作 所以大概在这个几个前提 除非总统可以缩动他 这个就要总统非常努力 去缩动他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陈建仁副总统 他是一个类似圣人的一个状态 他是梦幻级的人选 如果他愿意出来承担 不管去双北哪一个地方 我相信都是强棒 再来这陈时中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也拖太久了 我老实说你台北市 你既然要做这样的决定 大家也经过多番的讨论 我相信总统是希望平衡派系之间的考量 因为选举有一个特色 以民进党的选举来说 就是今天拖这个 其他派的都要配合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是一个派系政治 所以可以关起门来 派系可以谩骂 可以干凉 可以干嘛 可是最后只要定义一尊的时候 大家出来一定是团结一致 这民进党长期以来的特色 不希望这一次去破坏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但是我还是要很认真的去讲一件事情 我认为台北市这一场选举民进党有不能输的压力 为什么呢 第一个二十四年没執政以外 好不容易摸一个三角度的这个狗面 这个局面就相对重要啊 因为人家过去可以说 啊不然啊 台北市南大于你啦 但是现在是呈现一个三角度的 当然你派一个人出来 有法度拿到冬粗李燕丸的四星歪票 有差不多都算了 所以他的特质叫非常明显 你说其他考虑那么多的人选啊 我认为都不太适合 要嘛林佳龙 要嘛陈时中 你说陈时中现在要调去那个新白啊 陈时中说我都我都还没表态啊 我认为最近包括有民调啦 我最近看民调都还蛮有趣的 是因为这家媒体每次做民调都可以重复投票 所以我就发现群组很喜欢动勇去投票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但是我还是要讲 民调都是参考依据 这个叫网路投票 他也不是应该算在民调里面 那既然是网路投票 看出来说陈时中他有五成多 那赶快选对会做一个决定啊 你到七一三 你说最晚七一三 你不要拖到七一七 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会很大一个伤害 因为过去有时候我们在笑国民党的时候说 你拿名字很慢啊 没人材啦 可能啊 你看名字很慢啊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民进党现在赌到的事情是什么 大概就是因为派系结构的问题 然后大家互相角力 这是过去以来 所有提名作业都是这样 而且现在是总统有决定权 那看起来蔡英文也不是一个会烂权的人啊 他一定是去听多方的思考 选对会的意见 然后再去遵循各派系的意见 人家都要先叫他来问嘛 那你像台湾除了金问妈祖没提名以外 其他的所在这么多区要先提名 那双北没那么急啦 为什么没那么急 过去我们双基都知道啊 双北的提名作业一定是上万的啊 一定把旁边的所在管车超好 然后再来问双北的问题 因为双北这个人选 有可能是总统选票的提名专嘛 对这是领头羊的角色 所以就会感觉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认为说台北如果能赶快在 不管是林佳龙 陈建仁 陈时中 就三个人而已嘛 大家叫来问一下协调一下 赶快提出来嘛 那新北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林佳龙因为过去的舆论 已经非常明显认为他不会在新北选 对 而且林佳龙部长也表态没有新北的意愿 那现在媒体又放出来说 因为罗资政他退选 就是因为林佳龙要怎么样 其实都不是啦 根据我的了解 整个布局来看的话 林佳龙从头到尾都没有意愿要在新北选 可是媒体就一直放话啊 你现在如果真的叫他说 好来 你的身败算 还要怎么算 人民的感受为什么 你之前都说不选了 那现在民党征召你 忽然间要选的时候 那又另外一个局面 那这个对民进党有利吗 也是不利啊 我认为啦 包括最近有传侯友宜的事情怎么样 不管他要不要选 民进党要去培植在地人 我赞成书巧会讲的话 因为在地立法委员 民进党过去都有一些接班 T制的承接 包括现在包括有一些行政所长 做到某一个部分 先去做政务官 然后再去参选 那内阁改组培养终生代 但是因为可能苏貞昌做太好 或者是防疫期间 那个改组的声音一直都有出来 可是一直没做 变成终生代没有衔接上的时候 你现在忽然间派人出来选 都很困难 所以我认为新北是这样 是 不管苏巧会 吴炳 罗资政 罗资政已经说他不要了 因为他说新北太大了 他四个月跑不完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这在地立法委员 你完一拼 来营造出终生代孕逸接班的气势出来 我认为在政治前途上都是大有可为的 民进党的传统就是衔接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提名破坏了团结 所以我认为说 赶快做一个决定 不要在那边放风声 放舆论 不如说今天选对会就赶快决定 我从上礼拜 总统也是礼拜二 晚上招这个黄秀芳他们去 我本来想说 这新北不知道 可以去讨论一下 因为新北跟台北 不关系 服务员太辽阔了 那小鸡又多 现在小鸡在屁博菜 你知道吗 所以可以 不要二零一败 漢士又再发生 你看那时候 苏贞昌提名作业 提名的非常晚 那搞到最后 他输了三十万票 我认为这个对民进党 在新北的经营是不利的 所以我还是奉献 选对会跟总统 赶快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从有意愿 愿意接班 先去考虑 不用再去想其他人选 现在随着选战越来越逼近 真的这风声越团越多了 民进党手上有好几张的王牌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出牌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来请教温大哥的看法 孔雀开瓶啦 开起来的 整个打开 而且他刚才有叫喔 他叫这个